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小师 又到了我们国中会考总复习的单元 同样的在这支影片之前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分享 我们开始看这一题吧 来这一题再讲的是二次函数 通常来讲的话二次函数还有两个考法 第一个就是考它的对称性 左两边是对称的 再来第二个就是考它的极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吧 来这题告诉我们 Fx它会等于A这样子的形式 你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的二次函数 我们渐行配方法的结果 它会配成这样子的形式 对不对 那你还记得顶点坐标多少 顶点坐标是不是HK 这是我们二次函数配方法的结果 我们要记的东西都是这个式子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题是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你 请问它的顶点坐标多少 是不是就是1B 对阿老师B是谁 不知道没有关系 来那我们大概来画一下 来同样的我们也把题目上面的 它那些选项都给它来一下吧 好你看哦 这里是0 这里是1 这里是2 这里是3 这里是4 它题目告诉你要5 比较多 所以我把它拉长一点点 这里是5 这里叫-1 这里叫-2 这里叫-3 这里叫-4 我现在告诉你 顶点坐标叫1B 各位同学要切记 顶点给你之后 什么东西也会给你 这个东西叫做对称轴 那对称轴就是x等于多少 1 来x等于1对称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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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这一个二次函数的对称轴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叫做x等于1 顶点一定在上方 到底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我们是不是不知道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还要需要别的条件来帮你解 别的条件是谁呢 第一个f of 4 第二个f of 5 来现在告诉你f of 4 代表在4的时候的函数值 它是一个正数 我随便标一个正数好了 好吧 再来f of 5是负的 5的话呢 它是一个负数 它是在这里 OK 所以大概可以知道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它是一个抛物线嘛 不是开口朝下就是开口朝上 你看哪一个比较有可能 应该是开口朝下的抛物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图形它就可以这样画 再一次 它就可以这样往下画 画下去 OK 看得懂 所以 这边开始往上画 往上画 所以顶点桌标在哪里 顶点桌标是不是在这里 那你很明显的就知道第一件事情 A一定开口朝下 老师 那到底它要从哪里落下来 你要记得 它是一个左右对称的概念 所以你看 这里是一格 这里是两格 这里是三格 三格多一点点 那你反回来也是一格 这里是两格 这里是三格 那也比三格多一点点 也就是说 二次函数的左半边 它一定会长这样子 它一定会长这样子下来 好 它一定会长这样下来 它就会很明显的 它是一个开口朝下 然后一直这样延伸下去 那这样子 你大概知道二次函数的长相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求函数值咯 谁是F of 0 这里是F of 0 来 谁是-1 往上 这里叫-1 那谁是-2 这里就是-2 那谁是-3 这里往下函数值 图形对道的函数值 这里叫做-3 谁是-4 往下 这里 这里叫做-4 它现在问你哪些是正的 所以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那这两个都不是 因为这两个它变成负的 所以这就是二次函数当中 非常有名的考法 我考所谓的左右对称性 这一题要搞清楚 因为给的条件其实蛮少的 甚至它可能问你A是正的还是负答 B是正的还是负答 这些条件都要搞清楚 OK 如果看不懂的话 都看几次哦 OK 拜拜